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手在这儿 这个颈椎这儿吧 有些卖梗子 你知道吧 你虽然说慢慢地拿修行 在教证自己的一些 就是惯性的一些思维角度的习惯 但是你还是有点倔强的 就是那种梗 躲着梗子那种 就是觉得我只不过是我现在修行了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但是你们错就是错了 这就是梗子 这个要慢慢地让它柔软下来 慈悲是一个柔软同时具足的 用慈悲来对峙 始终不要忘记 时时地接着咬住这个慈悲性 虽然你还现在不知道大慈大悲 但是呢 以你的角度理解慈悲吧 没关系 你怎么想就是什么了 你说觉得这样就是慈悲 就慈悲咯 但是你肯定不会把慈悲变 慈悲小车是作恶吧 这肯定不会了 但是你说 我应该慈悲 你就把这两个字哪怕记住 找了闻之效也行 但是就是对着这个梗 因为有个自我呢 有个德喜在那里它就梗 德喜就是梗梗的 就是有个我慢在那 有个狂在那 有个梗在那 那是生生世世世修行里面的东西 佛麦不是那样的 佛麦非常柔软 非常柔软 非常窃 就是佛麦是没有低跟高 这一说的 它把自己放得像水流一样 因为水总是 你看哪个地方水都是 住着最低流的 所以上晒弱水嘛 但是它不低 就是说 不是说 就是说那个 那个一定就是很柔软 很柔软 然后呢 没有很高很低的 这个慢慢的头脑里面 没有这些 没有怎么是高什么的 就是慈悲 你就有慈悲来对这就行 嗯 现在我能看到的 就是觉得到就是 比如说一栋老金 或者以前 哎呀我分别了 我就马上给它回到这边 嗯 有可能我一年会在 冠军不上名号上 但是我只要一年会 我一察觉到我分别 就回来 一察觉到我分别 就回来 就可能不去想做多的 这个是对的 不动 但是你的气脉 还是有点轰浊 这个轰浊的话 会导致你 还是有时候就是 存在一种 有些东西 只是你回来了 但气脉轰浊 是导致你会着饿的下 就是你会觉得 也不是说这就是恶事 有时候 通脑里不自觉会想些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 这个是控制不错 他总会想的 因为气脉里边带着那些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 清静啊 就是有时候戒律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如果气脉轰索的时候 戒律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 而且自我的那些东西 不断的冒出来 你只是拉回来拉回来不动 但是你要做事嘛 你一做事你不对也不行 一做事 喜气又恶就 就随着那些能量就出来 除非你有节空了 善恶不着 那么随便你愤怒 随便你骂你 没关系 但是你现在又着善又着恶的时候 你那些能量又那么拙的时候 这个时候明显是着笑你才轰卓嘛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邪 就要戒律 然后又要慈悲 你戒律个慈悲来射受自己的心 那自己的心处 就是在戒个慈悲之内 这个戒你觉得是做了 对他不好 或者是能够伤害到他就不要做 所以说他是五戒六戒那再说 就不要刻意多 我要几百桥戒 我要怎么收个戒啊 不是这样 我说是戒就是说 你认为不可以做的就不要做 你认为有障碍成道的 你认为第一 你做了这件事损了功德 第二你做了这件事障碍了成道 第三你做了这件事伤害了别人 意思不管你做出 甚至你说出这句话 对他人的心里面 你造成伤害的时候 不要做 停下来 这叫子也叫戒 甚至到最后起心动念都不会下 一念都不会生 这样才能回归到空性的功德 先从这样子 先从这样子 如果你有一天是这样的 一定会震到这个程度的 你才能把那些种子绝了 否则他冲锋吹又生 冲锋吹又生 突然就掉下 为什么 那些种子始终在那 他只是压住了 好亲近啊好亲近啊 他种子在底下压着呢 有一点鱼 就像火苗苗一样 又变着了 哗又散烧起来 功德没有了 血烧完了 然后又回来 再从这儿再重新 经常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修行人 刚开始入道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是半破的 半破的人 我们可以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 但是始终是 淡破的 对这个世界 始终是个过客 所有的一切都是游戏 这是一个修行人的角度 你通过这个角度 处理三间 你成佛了 再说成佛了 那是成佛以后的事 那是成佛以后 果位上的境界 刚开始 那你就要做个佛弟子 真正的佛子行啊 如果你连佛子都做不了 你还想 你然后说是自己成佛了 那你想想那可能 但是如果你不成佛 那什么时候成 既然你喜欢就努力一下 是吧 如果这一世不成佛 就错过了 那你啥啥成 你最要成的吧 那每一世你都喜欢佛法 但是四处法又不放的时候 那每一世每一世每一世 每一世就这样下去 每一世都是前前前前 常急止对佛法 前前的玩两天 前前的学几个法门 前前的我也在修行 那总有一切如果你成佛 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你总有一切一定是让你痛死了 再也不想的就是要带 你才会彻底 那要是等到那一天 我觉得就太惨了 你看到下来 你还能想的 所以可以行 年后的迷迫 成佛 我来一天 你还不想的 我来到了 你不想的 你不想的 如果想的 行 那 是不是 看 那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